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现在我们讲《大圆满信息修行》 我们前面讲了人生难得 寿命无常 轮回的过患 讲了这三个方面 那么现在我们正在业因果的道理 业因果的道理实际上应该通过闻思才明白这些道理 比如说我们前面讲业力业力存在什么地方呢 存在在阿难耶上面阿难耶它是什么样呢 它的本体应该是一个形式 但是它并不是我们现在的分别念和无分别念的一种状态 它是一种特殊的形式 那这些道理我们通过闻法以后才明白的 所以如今末法时代的时候 有些人也是经常破坏听闻佛法的这种重大事情 现在有些人经常这么讲呢 说 听佛法没有什么不要学得太多了 不然学得太多了 分别念越来越多了 你好好实修就可以 不要去听课 其实这是一种 应该是魔语 魔王波讯入到你的心 之后自己就开始说出来 现在有些道场不重视闻法 只重视一个修法 但是这个很有可能忙修下念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没有很好地去听课 就根本不知道怎么修 怎么行持 其实这是魔众非常欢喜的 你们不知道以前看过没有 有一个经典叫做《记一切佛的经》 《记一切佛的经》 这么一个经典 《记一切佛的三摩经》当中 一般魔众最欢喜的话 很多人没有行持善法 但有些人如果听闻佛法的时候 魔众魔公也是显得隐没 他们也是恐怕不安 那为什么是这样呢 这个原因佛经当中讲得很清楚 如果我们听了法以后了知取舍 了知取舍以后 他会修行 修行以后自相续当中生起正见 然后他就变成一个正修者 这个时候成千上万的魔众也是没办法对他进行危害 无极可诚 所以魔众最害怕的就是有人听正法 听正法 因此我们现在有个别的一些汉地 也是 居士当中也是有 现在好好修就可以 我上师非常提倡修行 我们不知道怎么修 如果你真正知道是修的话都是可以的 像我听了那么多堂课 我自己也讲了 但是确实现在还要修的话 还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其实人生当中应该是学习为主 同时也要修的话 可能比较正确 如果你连听都没有听 你自己去修的话 这是恐怕很危险的 再加上魔王伯勋可能也非常高兴 说实在 我们有很多人每天都是闭着眼睛 没有很好地去 没有正知正见 那你闭着眼睛 可能你修的话 要么成为无色戒的因 要么成为色戒的因 非常有这个可能 因此以后 不管是居士当中 出家人当中 你自己实在是无论为力 不想学法 没有学法的机会 那你自己不学也可以的 但是你最好不要劝别人 耽误他们闻思修行的时间 不要去干扰 不要去阻碍 这就是我想我们很多人 今天我讲这节课的话 你们应该好好地记在心里 以后你实际实在不想听课的话 你就不要听可以的 原来法王如意宝也是讲过 他说 法王当时这么讲的呢 有些人想离开学院的话 你自己离开是可以的 法王这样说的 但是你千万不要别人 正在听课的时候 要去影响他 除非你确实生病了 有人帮助他的话是可以的 这是戒律里面也是允许的 戒律《毗奈耶经》当中也是说 僧众当中有个别人病了 个别人放下他的闻思修行 去帮助病人是可以的 除了这个以外 你自己不愿意在闻思修行的道场当中带下去 其他有些人愿意带的话 把他带走的话 那这是真的现在所谓的灶魔了 灶魔的话不一定是 我们有些人认为是所谓的灶魔 开始说一些各种各样的费力的话 到处奔跑 楼梯奔跑 这叫做灶魔 这不一定是灶魔 这不是很严重的 如果是灶魔的话 你看现在国外很多比较出名的演员 都是喜欢裸体表演 所以他们不一定是 自己也认为不是灶魔的 但是真正灶魔 别人行持善法的时候 以一种相似的语言来开始 哦 这样没有必要的 我们现在要建立一个实修的道场 其实实修的道场 我也知道 我们现在这里有个别的一些所谓的闭关中心 禅修中心 还有一些这些 一群可以说是非常懒惰的这些人集聚在一起 天天都吃吃喝喝的人 你们看看 别人是这么闻思的 你们自己是怎么做的 你们这一点 个别的人应该可以翻过来 别人在利用这个世间当中是这么修的 那个别人 你们是怎么利用这个世间 但是你外在的名称取得很好的 实际上内在怎么做 我们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 所以我在这里 希望以后在佛教团体当中 不要传言一些对真正闻思修行的人起障碍 我倒并不是害怕你们说几句 我这边讲课的时候没有人听课了 我不担心这个 你再这么说也是可能你的宣传力度有限的 不一定是超过很多千山万水来受到影响的 但是这是你要知道 我刚才提到的这部经典 方便的时候你们也可以自己看一下 《集一切福的三昧经》 里面是怎么讲的 今天我们讲的《耶因果》当中 就说了 这个人很长的 也不懂得 就说了 这么个人 那在那里的 每天也很长的 是我 我们这些人会有什么 我们在那里 里面是什么 我们在那里面 网易 里面是什么 我们在那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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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 也就 我们在那里面 里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以为德巴因 德德国文贝康斯蒙之八日 而国斯蒙之将德国人得识的因 讲课也重要的 更重要的喝茶 我看到一个人受采访的时候他们说 采访也重要的 喝茶更重要 好 刚才念了一部分赞文传承 然后今天讲试计业之方式 行事上怎么样 计业 业计在行事上 那这个是怎么样积累呢 他这里讲了 丑莲善恶欲戒因 西齐亦阿赖亦 然后说什么 无量明显色戒因 无量亦缘无色因 轮回自信二可乘 一切十分以此障 我们在世间当中有叫做三界轮回 也叫做欲戒 舍戒 无舍戒 三界当中的这些业存在于什么上面呢 全部都是在阿兰业上面 其实阿兰业的学术应该对我们的前世后世 有非常重要的一些 提供一个很好的依据 他这里说比较粗大的 善和恶的这些业 实际上存在于阿兰业上面 存在于阿兰业上面 那么粗大的这些业将来成熟 所以它就成为欲戒的 包括地狱也好 饿鬼当中的一部分 还有人间的 旁生戒的 这些是欲戒的这些众生 他们的因 然后我们平时在入禅丁当中 没有任何念头的 但是比较明显的 明分的一种意念 它存在于什么呢 存在于阿兰业上面 其实在这里我昨天讲的 上一节课讲的《如意宝藏论》的 不同的三界的业 大家也应该清楚 我们在这里按照颂词和讲义的大成熟的内容 它分得并不是很清楚的 它都说是存在阿兰业上面 但鬼斤基地都是存在阿兰业上面 可以这么讲 无念这样的心态实际上也是有一种 基于阿兰业上面它就成为色戒的业 大家都知道色戒一禅天 二禅天 三禅天 四禅天 每一个禅天都有分很多的 总共有十七种色戒 色戒因 无念一缘没有任何的念头 一缘专注 那么它成为无色戒的因 无色戒是空无边畜 事无边畜 无所有畜 还有飞翅飞翅天 这叫做无色戒 其实我们有时候在禅修过程当中 比如说你一直安住有一个名分当中 很容易变成色戒的因 然后你有一种安住什么都不念 比如说没有什么其他的 只有意愿的专注 那么或者你想一切都是心事 就像威斯宗 个别的想法基本上相同的 什么都是心的话 那这也容易成为十五边畜 还有一切都没有的话 你这样一直天天想一切都没有 一切都没有 这样容易变成空无边畜 还有也不是有的 也不是物的 也不是死的 也不是非的 这样的一种想法很有可能飞翅飞翅天 我们在禅修过程当中还是需要有一种引导吧 如果你没有引导的话 很有可能修行 不能真正地成为解脱的因 不管怎么样在三界轮回当中 说字掌 烦恼掌 这叫做二掌可乘 他一切时分都是对我们的解脱有着障碍 他就成为障碍 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知道不管是色戒的习气 无色戒的习气 欲戒的习气全部一约在阿难耶上面 一旦因缘成熟的时候 以前你所做过的这些业慢慢地可以显现 慢慢可以显现这个方面我想讲一下 以前汉地比较出名的一个叫做宗经楼 宗经楼当中有一个公案说好像有一个仙人 有一个仙人他已经有神通可以自由自在地在空中飞行 他经常有一个施主大国王 到王宫里面去接受供养 接受供养他有一个习惯性的 然后供养完了以后国王经常做一些仪式 完了以后他自己依靠自己的神通 飞回他修行的地方 有一次因为国王有外面其他的事情 让他的公主为仙人做成事 然后他同样跟以前的行为从自己的修行处飞到王宫 他应供完了以后 公主对他按照国王所做的事情一切进行 最后他公主的手接住他的身体的时候 当时这个仙人没有断除贪欲的种子 产生一种忆念 贪恋 因为这个燃心的原因他飞回的神通已经没有了 就不能飞了 但是他不好意思 没有直接跟说 他说我这次走路回去 以前我飞过去 但是以前我飞回去的话 跟王宫和极少数的众生结上缘而已 这次我还是一路上跟很多老百姓结上善缘 要回去了 他就不得不走路回去了 然后回去以后他就很后悔 然后就开始到一个寂静的山里面去修行 修行的时候当时在树林里面有很多的飞青 鸟泪叽叽叽叽地叫 然后他就对他的禅定有一定的影响 他又生起很大的厌烦心 离开了这个森林又去一些河边 然后河边又发现里面的很多鱼泪 也跳来跳去 也听到一些声音 他当时发了一个恶愿 他想这些众生对我的修行有干燥 我以后应该变成也可以趴在树上的 也可以牵在水里面的水塔 叫做一种费力 他当时发了这样的恶愿 我应该变成这样的水塔来把他们全部吃掉 他当时这样发恶愿 但后来他不断地修不断修了以后 有一段时间他修行比较成功 他原来的神通都已经恢复了 神通恢复之后再不断修行 因为他的禅定力他转生到五色劫 飞飞向天 在飞飞向天待了很长时间 安住八万劫非常长的时间 然后后来因为原来在他的阿难耶上面发了恶愿 他自己想变成飞离 变成水塔这样的 然后他从飞飞向天来到世间的时候 直接变成飞离那种动物 又吃雨 又吃树上的飞青造了非常多的业 后来佛陀在佛经当中也讲 虽然暂时暂断了烦恼障 而且他转生到飞飞向天 但是因为没有暂断种子的原因 最后还是堕入善恶趣 所以从这个故事当中就可以想到什么呢 一个是他行持的善法在阿难耶的本体上面 他可以运用又可以退失了他的修行 又可以恢复了 当他恢复之后直接转生到无色界去 无色界属于一种善趣也是比较好的地方 但是因为他当时发的恶愿 所谓的恶愿有时候我们还是很容易 我都想 人在一路之下 一气之下 比如说有些修行人旁边特别 你在好好地背书的时候旁边有些人 开始说一些鲜话说得很无聊的 很想揍他 或者你在生活当中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 你很想把他杀掉 很想把他吃掉 原来有一个人跟我说 他跟家人吵架的时候经常看他的脖子 很想把他裂死 好可怕 所以有时候这种恩怨一下子 记在阿难耶上面 然后过了多少年之后才因缘发生 其实这件事情在人生当中也会有的 比如说一个人年轻的时候他杀了人 后来他到别的地方去 已经到别的国家去可以说完全盖头画面 什么都没有了 但是在过了二十年之后 就是原来的事情最后发现了 那最后就抓回来了最后判死刑了 这种情况的话 实际上你看这个中间他的罪业 应该在他的阿难耶上面 不然的话他的身上也没有 他的衣服上也没有 他的肉身上根本没有 但是人间也会有 你看本拉登他当时美国的五家大楼 炸了以后刚刚十年之后才抓到他的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在别的国家里面隐藏的时候 别人根本看不出来 他的身上根本不知道他以前干过这样的坏事 但是这种罪业存在于哪里 在拉登的眼睛上还是在护子上还是在头发上 在哪里都可以找不到 应该是在他的阿难耶上面 这个时候我们有时候也是可以想到 我们现在人全部都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每个人阿难耶上面的种子是不相同的 一旦因缘具足的时候 中间可能有很多好的因缘也会成熟的 不好的因缘也会成熟的 这就是佛陀所讲的业力不可思议 确实我们凡夫人是很难以想象的 因此佛陀在《大乘密言经》当中 讲的阿难耶是非常甚深的 一般的凡夫愚痴者无法明了他的意义 就像我们怎么样去观察的时候 有时候业的存在方式很难理解 很难理解但是用一种我们的智慧 跟佛陀的这些教证来结合起来的时候 我们还是会有一种想象的空间 应该可以这样说吧 因为每个人的情况好像有些人很顺利 但是突然一件事情好像你这辈子 你年轻的时候所做过的有些事情突然就爆发了 或者你这辈子根本没有做过的事情 只有你来承担其他任何人也没办法带地 那这个时候我们都会想到 噢 我的阿难耶上面应该是 我这辈子都是没有做什么这方面的事情 但是应该阿难耶上面有一个事情吧 有些人善业也是这样的 有些人非常贫穷的人 但是因为他有特殊的比较行为一下子一夜爆发 一夜马上就变成全世界人知道的富裕的人 但为什么啊 为什么人人都不这样发财啊 有些人也是本来过得很好的 一下子很快的时间当中无缘无故 灌烈监狱甚至判死刑等等很多的业力 我们可能大家特别希望以后多翻阅一下《如来藏经》 多翻阅一下有关于阿难耶和这方面的道理的时候 知道我们原来在这个世界上 人除了肉身以外还有一个心事 但是这个心事就像我们在这样的藏传佛教当中 所描述的一样去一个一个分析的时候 你会才明白哦 原来我们世间当中 所发生的很多事情还是有因缘的 不仅是以前的情况是这样的将来也是这样的 在这个时候我们作为一个人 对自己的将来会照相的 我也不像动物如果动物的话 比如说像牛 像牛马他们每天都是吃草 喝水 完了就没有什么明天之后的计划 理想他们都没有 但我们人不仅仅是精神的规划 应该是对长远的规划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在这里讲一下这个道理 下面这讲 心事无量比有然时 不知显现之外境 意愿阿难耶分为明显然不执着比 阿难耶是明清闻破利二趣五根精 七具龙同分别精 此等具为七十具 这个不同的他们的阶段 在哪些阶段叫阿难耶 哪些阶段讲阿难耶是 这个方面就这样分析的 那么在这里心事无量有然的时候 我们的心事处于没有任何的念头 但是它本体还是有然的 它是没有其他的动摇的 就这样的 然后不执着外境的 这个不执着外债的显现 不去执着的 那么这个阶段叫做阿难耶的阶段 明显然不执毕经 刚才不执着外债 接下来之后虽然是很明显的 但是不去执着外债的 有两种 有一种非常稳固的 可能翻译方面也不是很好分的 赞文当中也不是很好分的 但实际上它是明显然不执毕的 实际上它下面讲阿难耶是 还有明清闻破利二趣五根精 这几个下面的讲义当中说得比较清楚的 一个说明清的 没有去执着 这是阿难耶的阶段 又是明清的 但是它所显现的各自的对境 叫做五根色 又是明清的 去产生一些对境的执着的时候 叫意识的 不仅是对境的执着 在这个上面进行观察 进行破利的话 那么这个叫做然无一失 它的不同的阶段吧 总共这几个 全部叫做七居士 我们这个七居士 那么这样的话 通过学习 信心修习之后 我们可能会分析阿难耶和阿难耶识之间的差别 然后阿难耶识跟五根识之间的差别 大家都知道昨天前面也讲了 阿难耶他是没有分别的 很稳固的 意愿安住的 这样非常广大的一种形式 阿难耶识在这个上面 虽然显现外境 但是这个外境不偏于任何一个境 这是一个非常明清的一个部分 而且它是稳固的 一直阿难耶识的本体非常稳固的 它并不是像六根识一样 一会儿就灭了 一会儿就没有了 不是这样的 凡是有形式的时候 它的明清部分一直是不灭的 一直存在的 比五根识非常稳固的方式来存在 这是阿难耶识的阶段 然后外在的色 色 色 香 味 粗 这些五个对境显现 这个是各自不同的显现 叫做五种根识 二是 彼是 颜是这样讲的 在这个词 我们在五种根识取经的时候 就是先产生外在的 哦 这是白色的柱子 这是红色的柱子 这是好听的声音 这是不好听的声音呢 产生一个这样的取经的话 这叫做所取经 这个叫做是意识 然后你知道这个白色的时候 再产生一个 哦 这个白色是很可爱的 对它产生贪心 哦 这个白色是很可恶的 很不好的 对它产生一种嗔恨心 这个时候你有我和我所和贪嗔等 各种进行分别的这种 这个叫做燃无意识 所以我们这里的燃无意识一般是 当然菩萨地论当中的一些说法 大家也要记住 菩萨地论里面说 对外境没有跟随 也没有详细 不分别的叫做阿难耶识 然后对外境虽然跟随 但是不分别它 这个叫做什么呢 就是阿难耶识 分别的 对各自的外境去取 但是不去真正的分别念 它分别地去外境 去经 去各种不同的经 但这个叫做五种根实 最开始的时候 现前外境的时候 去分别叫做意识 不但是去分别 而且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观察 进行魄力 进行贪知和惩知 那么这个叫做燃无意识 莫赖也识 我们这个翻语当中 经常也是这样讲的 总而言之 我们这个七十句 大家应该 他们之间不同的差别 尤其是你们系统的 闻思的这些道友们 这几个诗之间的差别应该分清楚 其实这十句一般我们在这里讲的轮回的心 《大魔诸师的破相论》当中 这七十句就叫做燃无的心 然后如来藏真正的本来面目通达的话 这叫做真心 就像《六周坛经》当中也是经常讲吧 这叫做真心 真心和燃心之间的差别 也是我们应该通过一种修行来了解的 所以我们现在安住的时候你自己也要观察 你如果安住在一个五种根实当中 比如说外在眼睛所看到的一种名分当中 或者是二座所听到的一种悦意的声音当中 可能安住在一种无分别的根实当中 它也可以 或者只是一个明清的状态当中 我昨前天也讲了 阿难耶和阿难耶之间的差别很重要的 尤其是学《大圆满》的时候 阿难耶跟法身之间的差别非常重要 啊 我那天说智智信心的诸书没有了 后来很多法师给我拿出来 你不能这么伤心啊 智智信心的法本我们还是有的 你不要太伤心好不好 你看我们的法本是这样的 当时好像没有看法本很崭新的 一直十多年以来一直是非 对 我想如果法本是非常 但好像法本是有的 但是可能好几个法师都看得不多 不过智智信心我原来翻译的法当中 一个是《大圆满前行》是法王作了虚的 然后智智信心的诸书也法王作了虚的 这两部也是一种缘起吧法王亲自写了虚的 我记得我自己也没有看应该翻译完了 当时我给学院的可能当时有几百个人吧 就讲过一遍当时讲的时候 大家都好像阿难耶和觉醒之间的差别应该会分 大家也觉得原来我们修行不注意的话 很容易处在一个阿难耶的门槛上 一直没有人把你推进来 所以一直比较麻烦的 法王这样一点的时候 我知道原来我们修行还是不能 安住在一个阿难耶的明清分上面 更重要地具有圣观 机智 智光双云的境界当中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 很多人都会明白的 但后来我也中间也没有看吧 不管怎么样希望我们这次应该阿难耶 他是佛教当中很甚深的奥义 那天我在汉地的时候也遇到一个 我们比较出名的一个科技大学的小长吧 他以前写过一个无理学住进阿难耶 当时我也提到我说你这个无理学是怎么住进阿难耶 这个无理学跟他当时讲的也是跟我们的道理 讲的基本上是相同的 比如说整个阿难耶它是一种大海一样的 在大海上面产生各种各样的汹涌波涛 这个波浪七世界和七世的整个上面的波动 所以真正根本的因是阿难耶 这个阿难耶它是没有动摇的 就像大海一样 大海的地层一样的 这个是我们佛经当中经常有这方面的 当然这个用无理学来论证的话有一定的困难 其实现在的很多科学 包括心理学来论证我们的行事也有一定的困难 行事学呢 行理学实际上 不管是古希腊的心理学也好 现代的西方心理学都对行事方面的这样的破析 根本没有像佛教当中的威斯宗一样的 如果用无理学的话 无理学的很多的领域 实际上它是针对物质的 针对大脑的 针对行事上面的心理学的知识并不是非常多的 这方面如果用无理学的话 一般无理学大多数不管是量子理学 还是古典的无理学它们都是着重于物质上面的 更比较特径的我原来一堂课上面也讲过 可能现在的生物学 生物学可能对行事和应该是对人体 这两个方面稍微有着设计去研究 这样的时候作为科学界 可能我们对行事 尤其是阿兰耶士应该去值得研究 这位教授他也是代表性的吧 作为科技大学的一个小长多年他有这样的思想 我觉得一方面是很好的他通过科学来寻找寻找寻找 最后知道还是住进阿兰耶士就很好的 但修行不知道怎么样我也看不出来什么 然后下面我们再讲一下 各位知识也就是说 传习词等转三劫三门迷乱痛苦因 因为我们前面讲了不管是阿兰耶士 阿兰耶还有无根士和义士和然无义士 那么这些事实际上是 如果我们意愿专注的话无舍戒因 如果是明清专注是舍戒的因 如果是比较粗大的信念不断地去执著或者趋劲的话 成为欲界的因也就是说 我们只要把这三种行事根本没有通达 它的本体是空性的空性的本体光明的 这样真正的信心没有通达呢 你不管怎么样一直去修的话 很有可能在三界的迷乱当中不能离开的 一直成为痛苦的因因此说 我们在这里真正的解脱其实是方便和智慧双云 这是讲《显观中文论》的时候也讲过 讲《密法》的时候也是讲过 更重要的依靠一些上师的窍诀 传承上师的这些教言 然后自己的修炼结合起来的时候 既要懂得了自己的信心本来它完全是空性的 然后这样的空性也是无所住的 你如果真正通过中观的闻思通过密法的一些智智 通达了自己的信心之后在这样的基础上修持 修行是成功的如果你没有这样智慧和方便没有双云 或者没有上师的引导的话非常危险的 这一点我希望很多人现在很多人喜欢自己开车 自己闭关 自己修行也没有什么传承 也没有什么引导 但是住了很长时间以后到最后也有些人 是真的产生邪见而离开修行 以前《毗奈耶经》当中也有这么一个公案 有一个边地的国王他有两个儿子 一个是产生长见派一个是生起短见派 两个都是非常见解不好的 后来他把这两个交给圣光王让他抚养 圣光王因为他是一个佛教徒 后来慢慢慢慢 佛陀也是教育的过程当中 他们两个原来的长见短见都改了 后来已经出家了出家之后已经证悟了 这个因缘是什么样呢 后来佛陀也是告诉过的 说这两个证悟者以前在假释佛的时候 实际上这两个都是精通三藏的人 但是他们两个都是没有上师的引导 自己在一个寂静地方修了很长时间 后来一个产生一种长见了一个产生一种短见了 到最后临终的时候他们两个都是觉得 好像因为没有什么感应了 没有上师的引导自己忙修 修了很多很多年到最后就产生一种邪见 认为假释佛的教法是不合理的 因果是不存在的 我们两个修行这么多年以来一点没有感应 最后临终的时候产生邪见 因这个原因将来在轮回里面 堕入很长时间恶趣的痛苦 然后得到人间的时候还带有一些长见和短见的习气 但是幸好当时他们在假释佛的教法下 因为出家的原因这次已经证悟了 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做的有些修行 可能有些人确实也是自己闭关 我认识的有些闭关者也是闭关很多年了 后来好像离开的时候效果不是很好的 好像自己也没有什么信心 包括我们现在学佛的有些人学得不深 可能是以自己的分别念吧产生一种增伤 刚才这两位比丘也是 本来不是证悟的他们认为是已经证悟了 本来不是境界的他们认为已经有境界了 然后也没有人认证也没有人指点 也没有很好的书可能去看吧 因为傲慢的人什么都不放在眼里 到最后修行一旦失败之后就产生极大的邪见 这是一种生生世世的坏坏的因 我特别希望很多佛教徒遇到佛法难得人生 在这个时候一定要靠一个非常正通的法本 我们诸佛菩萨的这些真正的金刚语不会欺负的 不要在街上买这个 这个很好看啊 然后在这个书店里面 这个书很相应 现在人可能夜里现前吧 真正的前辈的这些高僧大的经论教典没有兴趣 世间人甚至自己也是特别迷茫的 这些人所造的论典的话 哇 这本书对我的印象很大 哇 这个非常非常好 每天都是放在自己的镇头上顶礼而睡着 但最后有没有真正的证件也非常难说 有时候无垢光尊者也是在讲了 现在有些人虽然去修行 但是根本没有办法超离轮回 获得解脱的 尤其是当今很多禅修者误入歧途 而且自己根本没有见到很多的功德 原因是什么呢 我相信不是我们所修的法没有力量 不是这样的 如果是在自古以来的 人类历史上有这么多的 包括我们身边那么多的修行人 最后确确实也是他的烦恼转为道用 整个人的一生当中出现了这么多的习气和出世间的功德 但是我们有个别人因为自己的修行没有对 这样的原因可能有些是经常安住一个境界 但是这种境界也不一定很好的 原来我不知道讲过没有 法王如意宝也是经常在课堂上用一个舍大的一位上师 大概是可能三十年代左右那个时候的人吧 有一个上师他的一个弟子他经常安住一个境界当中 但是这个人安住境界的时候非常有禅修的功夫 随时都是他安住一安住的时候两三天都是不吃不喝的 就像是完全安住在医院 但后来那个上师他说 你可能这样的安住不一定很好的 然后要求他不准去禅修甚至专门安排有几个特别调皮的小喇嘛 经常打他一安住的时候就开始对他进行干扰 他有时候也生气后来要求他三年当中不能安住 念一一遍观一心咒不准安住 我们藏传佛教的有些上师当然你修得很好的话 禅修 安住这些是比较支持的 但是你修得不是很好的话安住并不是很赞叹 不要认为因为以前很多人说我现在可以安住半个小时 我现在可以半住四十分钟我现在可以安住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三个小时安住有时候也不一定特别好 如果你没有升官无别的境界光安住就像藏地的汉塔 他也是在冬天三个月一直在山洞里面连串气都不用 他们有些猎人拿出来的时候他根本只是胸口热的 除此之外根本没有一种 包括他在鼻孔当中放一些很细的毛没有呼吸的 他深度的安住 但是到春天的时候他还是出来到处去寻找吃的 到处去寻找吃的所以有时候我们禅修 大家应该要懂得禅修的这种道理 如果你不懂花了很多的时间 花了很多的精力 但是最终不会没有成为解脱的因 反而成为善解的因反而成为痛苦的因 反而成为可能产生邪见甚至有些人 现在我们世间当中经常有这样的 蒙弗仁波切也讲过有些小聪明者虽然去学习 但是学习没有到究竟也是极大的火患 为什么这么讲因为你学着学着学着 最后好像你没有学到的话你就学会了很多的邪见 藏传佛教当中原来有一个出家人 他出家五部大论都学了 五部大论学了以后他后来产生邪见 还书 然后他写了一本书说五部大论里面 什么英明当中的那个不对 中观里面不对 戒律里面不对 藏地有个别的一些学校的学生 他们都跟着产生邪见哇 原来他说的是对啊 因为这些人可能嘴巴稍微回缩一点 后来有个别的一些堪布破戏 我们都觉得这个是没有什么格子的一体的 特别可怜的 世间当中在藏地佛教兴盛的这样的僧团当中 也极少数的也有这样的邪知邪见者 所以说我们现在不管是学习也好 还是修行的话 应该精确 应该正确 再加上自己要寻找一个最好的方法来调整 至少也是就像以前日本的企业家 就是何生道夫他所说的一样的 我们人来到这个世界至少也是稍微有一种进步 离开的时候原来我来的时候不是很好 但是我离开人间的时候下一辈子更好一点 我们对人应该至少有一个要求稍微高一点 你不要学到原来好像你信仰三宝 最后学着学着连三宝都不行了 那这个闻思不成功 修行不成功 特别可怜 因此我们居士当中现在有个别的居士 也是在修学过程当中真的不好好学 真正的法语没有懂得 但是他懂得了一些耍聪明的 以个别的一些词和 个别的一些专用词 用这个专用词欺骗很多人 当然这毕竟是可能百分之一 百分之二左右 但是这个毕竟存在的 因此现在其他的一些佛教徒 具有正知正见的人也应该旁边的这些人要看看 我们不能整天都是用一种挑剔的眼光 和讲是非的这种态度来经常讲别人的过失 但是有时候看到旁边的一些人 侮辱歧途的时候我们有责任救他们 其实一个人心里特别绝望的时候 旁边有人来救他这是很重要的 有时候有些人的绝望和痛苦暂时性的 并不是永恒的 包括我们学院当中的有些修行人 有些出家人 一生起烦恼的时候 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变成什么样的人 过一段时间哦 幸好我当时没有跳楼 不然当时跳楼的话我可能很危险的 过一段时间又完全正常 所以有时候人在烦恼的趋势下 或者业力的逼迫下可能会产生邪见也有可能的 就是做出一些不如法的行为也有可能的 但在这个时候一方面祈祷上师三宝 我唯一的窍诀其他都没有 通过自己人身的经验无论是在什么样的 在任何时候早上起来也好 晚上睡觉也好 平时走路 坐车到那里默默地祈祷上师三宝 这是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作为一个修行人 你并不是因为我们上课的时候 你并不是这样 你光念一句就可以 不是这样的 应该是时时刻刻 我学一个 我们旁边的一个人 但是没有学得成功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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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无连阿难以为主 其余儿者水面佛 当知各地所有所聚者 我们下面知道七种诗 七种诗在语解的时候 七诗都重要 都在 我们人间有阿难耶诗也有 无根诗也有 义诗也有 还有人无一诗 其余的行诗以复述的方式来存在 色解阿难耶诗为主 其余的以复述的方式来存在的 一般明清诗在色解的时候 然后无色解以阿难耶为主 阿难耶诗也没有 它是一种意缘安住 其余的以水面的方式存在不管怎么样 就是你处在哪一个众生的时候 你具有这样的形式 包括我们语解的话 你就可能变成动物的话 动物有动物的一个形式 那么人类的话 人类有人类的形式 包括人类当中有些是可能无根诗 比如说眼诗不具足的 阿诗不具足的 或者说有些粗大的直觉都没有的 各种各样的形式存在 好 下面再讲你 好像没有讲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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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就是它的融入方式在我们人间的时候 下面就是它的融入方式在我们人间的时候 这句话很重要 今天我讲的可能不是很重要的 但希望你们下来之后还是要好好地分析 人间阿赖耶如是他起居时怎么样融入 怎么样起现呢 现在这里用一种水面的时候的一个阶段来作比喻 当然我们人死的时候也基本上是相同的 人死的时候的那些融入方法在中阴法门当中 和大圆满的最后的一些光明如法当中讲得比较清楚 我们在这里知道欲界的众生一般来 晚上睡眠的时候怎么样入这些行事呢 首先是无根诗 掩而鼻诗等等的 这些无根诗融入一诗 你眼睛鼻气这个时候开始掩饰 然后慢慢睡觉的时候无根诗融入一诗 一诗慢慢融入阿赖耶 然后阿赖耶无缘境界当中安住 在这个时候阿赖耶 首先是一诗入于阿赖耶 阿赖耶入于阿赖耶 阿赖耶入于法界心 这个就叫做法心光明 法心界 那么这个时候就显现一种自信远离 一切细论的法界光明 如果有一些修行者他以前得过上师的窍诀 自己对密法和有些境界比较明白的人 在这个时候梦和光明变成无二无别 一般不会做梦他处于一种光明当中 很多大德晚上在光明当中过夜 就是在阿赖耶再入于光明界 在这样的光明界当中他就能见到诸佛菩萨 获得了法牛萨摩顶等等 在梦中可以显现种种的形象 这个是如法怎么样融入 然后出现的时候刚才入于法界光明当中 显现阿赖耶当中有显现阿赖耶识 阿赖耶识当中显现意识 在意识当中开始做梦 我们的做梦先从五根识一直融入法界光明 法界光明当中又开始呈现前意识的阿赖耶识 阿赖耶识当中没办法做梦 然后阿赖耶识没有分别的 然后就出现一个我们一名当中讲是一种 一种叫做飞量的意识 一名第二品里面 《量力宝藏论》的第二品里面 梦是一种飞力的不是真正的意识 它是一种颠倒的可以说是有一种颠倒的 但是颠倒当中也有一些真实的细节 比如说白天所显现的一些事情还有将来所发生的一些事情 这也是有一种缘起在里面的这样的 那么它是在意识当中显现各种各样的梦 梦中有破 梨昨天我做梦什么什么 其实梦大多数都是可能白天关注的事情梦得多一点 然后开始出现种种的破裂 本来是没有的 但是你会一直认为是有而进行破裂 从仪式当中再产生 行过来跟正常的白天一样 从中行过产生六失早上睁开眼睛 然后色法也已经看出来了 色身香味外面的六种精呈现在你的前面 这个时候你六失会出现的 然后趋入瓦精 一般梦中按照《毗奈耶经》当中也不造业 然后白天也造业 所以你淡淡的意识当中 虽然你到处去运游做各种各样的事情 但没有真实的造业 你从早上行过来了以后真正趋入外境的时候 你进行破裂这个时候进行造业 所以我们众生业与即食 诸而服食 每天都是不断地这样的 等一会儿下完课以后你们又开始 所有人的五根实融入阿赖耶 少数人可能光明节当中安住 然后大多数开始有些人连梦也没有 他一直处于一种阿赖耶深层的汗水当中 他是不出来 因为仪式当中还没有但记得 尤其是我们人特别累的时候 晚上这样睡下来 睡下来以后早上起来的时候 身体的动都没有的 昨天晚上我就这样的 所以当时有点累 然后早上醒过来的时候 对 昨天晚上我这样睡觉的 整个好几个小时都只是动都没有动 那样处于一种比较深层的 这个根本没有出现到单一世上面 直接从早上阿赖耶深层 直接先到六世上面 诸而服食 我们就是这样造一 其实这个对我们的死亡也有 在十论金刚当中跟死亡也进行对比 就是人死的时候先留经 这个应该是中阴法门的 我不讲了 好吧 今天讲到这里了 在十论金刚当中跟死亡也进行对比 就是人死亡也进行对比 在十论金刚当中跟死亡也进行对比 在十论金刚当中跟死亡也进行对比